好 我现在要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布料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因为我们在网路上看布料呢 不知道它的厚薄或是它的那个质感 那我就介绍一下我们那个 我们店常常比较常贩售的布料 比较基本款的 那当然还是有一些特殊的 没有办法因为每种布料 布料有真的很多种 所以我没有办法一一介绍 那我就是介绍那种比较常看到的 比较固定会卖的那个布料 然后就跟如果你要是不知道 那个布料的那个质感 就可以看一下这一篇 好 首先呢 我们要介绍的是那个60支棉 那很多人就问什么是60支棉呢 因为像我们的布料呢 平脂的部分呢 我们有分那个60支棉跟那个40支棉 那40支棉就是比较常看到 就是说像我们这个印花布 那印花布大部分的棉布 都是40支棉 那什么40支棉跟60支棉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它这个棉纱呢 它是一磅的这个棉纱呢 它可以一直拉拉拉拉拉拉很长 那一磅呢 它拉到840码的长度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变比较细 不然这样有没有 好像那种 你就想像那个 那个面团 做面条一样 你拉到那么长的时候 它拉到一磅的这个棉呢 它拉到840码的时候 就是一支纱 那它可以一直拉拉拉拉到 它的一倍长的时候就两支纱 所以它拉拉拉拉拉到33600码的时候呢 就是40支砂 那拉的更长更长的话呢 就叫做 拉到更长更长到 50400码的时候呢 就是60支砂 这什么意思呢 我拉的越长 这个砂是不是越细 越细这个布料就是会 那个金尾砂呢 就是越细 也就是说 你拉的越长 就像我们面条 有没有 你拉的越长 它是不是越细 同样的道理 那所以它是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换算的单位啊 我们不用去记那些数字啊 你只要记说40支砂 跟60支砂 那因为它拉越长 变成60支砂的时候呢 它就变比较薄 因为它的那个 那个砂线呢 会变比较细 所以它就比较薄 那比较薄 相对它支起来的手感 会比较细一点点 摸起来比较细一点点 那相对呢 也会比较透明一些些 所以 像这样子 你来看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 稍微会看到那个 手的那个 的那个样子 然后就是说 它就是布料 蛮薄 蛮细的 那通常这种 要做什么呢 这种的话 大部分我们可以做衣服 或是洋装 有些人甚至拿来当礼布 因为它百分之百纯棉的 百分之百纯棉 就是穿起来很透气 那有些人拿来当衬裙 那比较不建议的是 拿来当那个 常常会磨损的东西 比如说你做袋子 这个就太薄了 你要薄成这样子的话 我们有时候做袋子的话 很蛮容易 就是勾到还是怎样 会比较容易破 可是你一般穿衣服的话 是不会容易破的 因为毕竟它的那个 筋尾纱还是在的 就是说它的密度还是够的 只是说因为它的那个 纱线很细 所以看起来就会比较薄一点 那这个就是 60支的棉纱 那通常就是 小宝宝啊 还是什么 你要比较细致的手感的 你都可以用60支的 那个棉纱去做 那另外一个 再来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就是40支棉 那40支棉呢 就是会比60支棉 还要厚一些些 那厚一些些呢 相对它透明度 你看就没有那么的好 对不对 所以当然这个用途就变得很广 因为它就是等于是说 你要做衣服啦 做裙子啦 做抱枕啦 做床脸 做床单什么 你全部都可以做 而且像我之前做那个口罩礼布 也是像这种 它就是很不太会那个 不太 这个其实你不要看到薄薄的 它大约是一般衬衫的厚度 就是我们一般夏天衬衫 大概就是这样的厚度 那它不太容易 就是不太容易破啦 就是所以你不要想说 我40支棉会不会太薄 其实就算你做那个备单的话 除非你勾到 要不然也是还好 那当然有些人 他还是喜欢厚厚的感觉 那你就可以再挑更厚一点的 那这个40支棉呢 我们会拿来印花布 其实60支棉也是会拿来印花布 只是它很薄 看起来很透明 有时候反而你贴了 连贴的衬都会觉得说 好像那个胶都快要透出来 所以我们就进比较少 那40支棉它的运用 它的厚度刚刚好 所以我们就会拿来印各式各样的花布 那印花的时候就像这样子 它那印花的上面就是有花 会废话 就是你可以印不同的花 比如说点点啦 你看我都拿那个 刚好因为刚好有剩了很多那个 这个布料 我刚好可以来做介绍 那这个因为是40支棉的布料 我们拿去印花 所以它只会单面有花样 背面就是不会有 所以印花的布料 这个叫印花 那如果你是像鲜染布 它是先织过再去胶织的话 那当然就正反面都会有图案 那所以我们40支棉的这个印花布 或是40支棉的棉布呢 运用范围就非常非常的广 就是大致上你想得到可以做的东西 几乎都可以做 这没有什么问题 好那是十支棉介绍完了之后 我们要来介绍这个结纱棉布 常常有人问说什么叫做结纱棉布 它到底是不是纱布 不是 其实就是说呢 在很久之前 其实也没多久 就几年前 日本有做了一个古布 其实在更早之前 没有这个布料之前呢 很多人喜欢找那个棉麻材质的布料 那棉麻材质的布料就像这种 棉麻材质的布料 在以前呢 这个技术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 因为加了麻的材质进去之后 第一它摸起来会粗粗的 因为有那个麻纸 那个颗粒的那个粗粗的感觉 所以呢 后来就很多人就又嫌麻 加太多的话 粗粗的又容易缩水 于是呢 大家就想说 我能不能有一个替代的 替代的材质 既然有 既有这个棉麻的质感 又有 又不要有它的缺点 于是我们就开发了 日本就开发了一个叫日本古布 就有那种感觉 然后看起来旧旧的 那台湾呢 当然就是说 看到日本有这个技术 我们也来研究一下 于是他们做了那个结纱棉布 为什么叫结纱棉布呢 首先就是说 你看它的经纬纱 我靠近一点看 你看它的经纬纱呢 有粗有细 它是为了要营造出棉麻材质的感觉 因为棉麻材质呢 它也是会有点有粗有细 因为它加 它是两种材质去病肢的嘛 所以两种的那个纱线呢 是不一样粗细 所以我们做了这个结纱棉布呢 它既有棉麻的那个触感 可是又没有那个棉麻的缺点 就是它摸起来不会刺刺的 穿起来也不会刺刺的 加上加上说我们出厂之前都有染疹过 所以它也不容易缩水 所以它是 它的那个比如说你一块束布 你是结纱棉的束布的时候 跟是一块那个四十支棉束布 它的那个光是触感就有一点 光是那个视觉上就有一点差别的效果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四十支棉 看起来就是平面而光滑 那你是结纱棉的话 它虽然是束面的 可是它本身因为它的经纬纱有粗细的感觉 所以觉得有点点变化 所以会喜欢不同的 比较有质感的东西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束束的包包啦 还是什么 你觉得说太素雅了 我们就会去选这个结纱棉 而且结纱棉呢 又比四十支棉再厚一些些 所以它可以拿来做裤子啦 还是拿来做那个博外套 它也不会透明 而且穿起来不会贴你的屁股 那个不会说那个整个就软软的 所以就很多人也会拿来做一些 比较中国式的服装 因为就是有这种棉麻的质感 那相对的说 其实以前那个日本古部的话 大家都会很局限是做很复古的花样 那其实我觉得不一定啦 我们还是 它现在开发颜色很多四五十色 颜色多的不得了 所以不一定是 以前的话 你就看到颜色都是那种灰灰旧旧的 那现在因为大家观念一直在改 所以它也开发出很多新色 那这就是结纱棉布 它比四十支棉再厚一些些 可是结纱棉布也很好利用 我们贴上后布秤呢 做袋子也很好看 那结纱棉布呢 就是也是会做印花 所以结纱棉布的话 它印花起来也是会比四十支棉的 再厚一些些 因为它布底本身就比较厚 所以相对你印花上去 当然也是会比较厚 所以这个就不解释了 那以上呢 这几个材质都还是纯棉的 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店大部分都是卖纯棉的材质 我就是针对我们店的布料去做介绍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个斜纹棉布 那斜纹棉布什么叫做斜纹棉布呢 斜纹棉布就是说 在它的金尾纱 我们刚介绍的那些都是算平织的布料 也就是说它金尾纱跟尾纱呢 是十字十字 就是都是平面的这样子 可是呢 斜纹棉布呢 它就是有一面是 有它的那个纱 有先练鬼 这个叫什么 先交织过呢 再去织 所以它会有一点点那种 呈现有一点点斜纹的那个纹路在上面 那另外一面就是平面的 那因为我们 我们这一组是一面平面一面斜纹 所以你很容易就可以判变出正反面 那有些布是正反两面都是斜纹的哦 那你就要看它的那个斜纹的方向 那因为我们那种 现在已经越来越少 因为那个大部分都是做裤子的料子 我们已经不太近了 那这个也是做裤子的料子 因为那种双面斜纹的有时候太厚了 就是太厚了 它所做的那个 可以运用的那个产品呢 就比较少 那我们就是说 我们选的这一组呢 就是那个单面斜纹 可是它的厚度呢 又比结纱棉再厚一些些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做那个比较笔挺一点的裤子啦 还是比较休闲的 其实像之前那个一些休闲的品牌 它会做一些那种 像那种比较休闲式的那种长裤 或短裤 或是百慕达裤 男生也可以穿的那种 那也可以做 就是像大月那样的厚度 就一般那种夏天长裤的厚度 然后也可以做 当然也可以做外套啦 还是比较厚一点点的那个衬衫 都可以 那这个的话 我们如果是做在带子的话 当然你表布礼布啊 什么都可以用 还是拿来当配布都可以用 那这种斜纹棉布呢 就是说它表面 会有一点点那种很漂亮的光泽 有没有 它本身布料不是 布料不是有亮度的纱 可是因为它织的很很漂亮 很细致 所以你看起来好像布料 有一点点光泽 可是穿起来是不会的 用起来也不会有光泽 就是很质感还蛮好的 很细致 那这个当然也是可以当 那个什么棉被床包什么的都可以做 也就是说如果你只要是 那种我们贴身 床包啦 还是抱枕的枕头 这种东西 只要是纯棉的 就是依你喜欢的触感 去决定你要用什么布料去做 好接下来呢 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个 酒袋布 那什么叫酒袋布呢 很多人问说是不是帆布啊 好那我来解释一下 就是说什么叫酒袋布呢 其实这名字也是从日本那边过来的 帆布跟酒袋布 基本上都是纯棉的材质 也就是说它的纱 就比较粗一点 那比较粗一点 它是几支纱呢 不知道 因为每一批的 比如说帆布它有分几号几号 那那个要跟工厂要资料 我就没有 我没有要 所以就是 我也忘记它是几支杀 那总而言之呢 酒袋布就是说 日本它当初呢 觉得帆布呢 的那个就是都是 比较粗糙一点的 所以他们研发出一组 比较比一般帆布 要再细一点 可是厚度又够的布料 他们称为酒袋布 那可能它有它的理由啦 我不是很清楚 不过我们台湾就把这个名字呢 台湾的厂商呢 就把这个名字叫做 酒袋布 来跟它一般的帆布做区别 因为我们一般帆布 很多 很多那个 蒙起来粗粗糊 很像做书包的那种 为了做区别 它才取名叫酒袋布 可是酒袋布跟帆布 基本上都是棉质的 只是说它这个 筋尾纱的那个粗细的分别 那当然它就是更厚更结实一点 就是因为它可能是要装 它就是要 类似像帆布的这个材质 可是又没有像帆布那么粗 比如说帆布我们大概这个三层 针就车不过去了 针车就车不过去了 而且摸起来质感也比较粗 那用了酒袋布 就比较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然后它颜色又很多 因为有些帆布的颜色比较少 所以就是后来厂商呢 就自我们台湾的厂商呢 就开发了这个酒袋布 把颜色做得很齐 然后来取代这个帆布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介绍的就是双骨帆布 双骨帆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看这两块布 看起来是不是很像一样的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它的那个筋尾纱又不一样 就是说它这个筋尾纱 这个它是有一个规格的 可能这也是两层加一层 那它就是两边都是双骨 它这是双骨加一骨 两骨加一骨的去交织的 所以你会发现横线粗一点点 直线比较细一点点 可是这个话它几乎都是一样粗 所以它这个是多用了一条纱去织 就是两边从金纱跟尾纱 它都是双骨线去交织的 所以它这个厂商呢 就叫做双骨帆布 那相对的呢 它跟它谁比较厚 当然是双骨会比它多厚一点点 可是这时候你会想厚的就一定好吗 不一定哦 要看我们的作品 我们的作品需要怎么样的厚度呢 是我们自己去决定 那如果你觉得说我很喜欢的花色厚度 却不够厚呢 这时候我们就要来加那个厚布衬 那我们来加厚布衬呢 布衬基本上像我们店卖的有两种 我刚好都有零码都拿小块的来讲 什么叫布衬呢 如果这个布衬 布衬就是说后面有胶 它可以贴在这个用熨斗 用熨斗烫着 然后它就会粘 背面的胶呢 就会粘在这个布上 增加布的厚挺度 这个叫布衬 那如果没有胶的呢 没有胶就是一般的布 好吗 就不叫布衬了 那这个 所以薄的布去贴胶就是薄布衬 厚的布去贴胶就是厚布衬 这样是不是很清楚啊 所以就是说 这个布衬就是粘的这个的效果 那厚布衬一般我们就是用在袋子 也有人觉得说它袋子不够挺 哇一直猛贴 有没有 那有些人都觉得还好 或是说它的样式 比如说你口经包有皱褶 你又不想要用的太厚的话 你就可以用薄布衬来弄 所以如果当你喜欢的花布 比如说你喜欢了四十支棉的这个布料 可是它的厚度挺度你觉得不够 你就可以加上厚布衬来增加它的那个厚度 那当然就是贴在它的用熨斗 烫了之后贴在它的背面 那如果你是要做口袋 会需要好几层啊 那你就可以用薄布衬 所以一切呢 都是依照你 没有说什么布一定要做什么 并没有这种事哦 就是说依照你的那个作品 去那个去衡量你需要的那个东西 好接下来呢就是这个 我自己很喜欢的这个棉麻混纺布 那棉麻的混纺布呢 我前前后后卖过好几组哦 那通常我都是只卖这个颜色的原因是 当它染成别的颜色的时候 它就跟结纱棉布好像哦 所以我 可是因为这个棉麻布料呢比较贵 那既然它染了色就跟结纱棉布比较像的话 那我们又何必去多花那些钱来买呢 所以呢我就是只买了这个原色 那原色的话 为什么我不要用结纱棉布来取代呢 因为毕竟结纱棉布呢 它是棉纱 所以它就没有这种 你看有这种黑黑的有没有 我们就是要这种黑黑的这种 有点那种麻纸的感觉 所以就是我们就会挑这个棉麻 这个原色的 那这个的话都已经出厂都整理过 那基本上棉布呢 我们出厂都已经经过缩水拦枕 那它不能 它比较忌讳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不要烘干 因为纯棉的东西你烘干的话 你用很高温一直烘的话 它还是多少会缩一点 那一般洗的话都没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依照厚度的排序来看呢 就是说60支棉是最薄的 然后接下来是40支棉 然后接下来呢 是这个结纱棉布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斜纹棉布 那我们现在以厚度越来越 谁越来越厚 然后结纱棉布完之后呢 就是这个酒袋布 那酒袋布完之后就是这个双骨帆布 好就是说依这样子的厚度去分别 然后我们依照我们想要的作品 我们想要的感觉去 去来看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布料 万一我们喜欢的布料厚度不够的话呢 要该怎么办呢 当然就是把布衬拿出来 或者是说你也可以用棉秤 那棉秤跟布衬差在哪里呢 棉秤就是像一层那个棉 一层那个化合 那个棉一样 它会烫上去呢 会比较蓬松一点 那结纱棉的话呢 就会烫上 不是结纱 厚 这个布衬类呢 烫上去就会比较硬挺一些 就是比较扁 那用棉秤的话就比较厚 好那现在很多人都会问双纱布 那双纱布是什么呢 来双纱布就是说 它当然也是都是纯棉的料子 那就是双纱布就是像这样子 它是两层的那个很细的棉 把它织在一起 所以你看像这块布 它后面其实是一个白色的 很难打开 可以打开啊 从这里 有没有 你给它硬硬的 有没有看到 它就变两层 这样就是两层 那为什么不要单层 单层容易破啊 容易那个 容易裂开 因为它这个松松的 那为什么要织这个 因为小朋友的那个 小baby的那个皮肤很细 所以我们就是要选这个 比较细一点的 那这种的吸水度也是会比较好一点的 那我们用纯棉布的那个判断呢 就是可以用 哎呀我的Light 我们可以用那个 用烧的去看看 它是不是纯棉的布料 那之前我 以前也是曾经示范过 就是说 我们用那个打火机呢 去烧这个纯棉的布料 如果它是纯棉的 它就会 会产生灰烬 也就是说像烧纸张一样 所以我们来烧烧看 如果你是纯棉的布料呢 它不会有黑烟 然后它会一直说 哎呦喂 就像这样子 它不会 它会产生黑烟 然后 如果 如果不是纯棉的 会产生黑烟 那如果是棉布的话 它燃烧会比较快 像纸张一样 烧很快 然后它不会结颗粒 你看它一点点颗粒都没有 整个很像烧到 那个纸张的感觉 就是 它就是变成灰烬 你有没有看到都不会结颗粒 你看 它就这样慢慢的被我剥下来了 因为它是纯棉的材质 所以这每一块纯棉的材质 你烧起来都是一样的 就算是结纱棉好了 用结纱棉来烧烧看 结纱棉也是纯棉的材质 哎呦 其实我还蛮怕用打火机的 你看 你有没有看到飘出白烟来 有没有 飘出白烟 那它烧了之后 会像纸张上慢慢的 也是不会有什么 一颗一颗的 那如果你是那个混仿的材质 它就会变黑烟 然后会有一颗一颗黑黑的 去结一颗粒 粒粒的感觉 那这个烧起来就很像 那个 烧纸张 其实我不太知道 这样有没有拍到 有应该有吧 你看这里就是烧掉的部分 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是纯棉的 当然就是 就是烧烧看 你就知道是不是纯棉 可是通常你在买布料的时候 我们还是说 我们带回家 不知道它是不是纯棉的 你当然也可以烧布边 不然 其实还有一个很 比较不建议 因为纯棉的材质 它不容易定型 所以它很容易皱 也就是说 你这样抓它一下 它就马上有痕迹 有没有看到 它就会马上有痕迹 所以你在店面买布料的时候 不要去抓人家的布料 因为人家毕竟是商品 你没块给人家抓 应该会被打吧 就是说 我们去询问 那问了之后 你万一很不信任这个店家 你可以回去烧烧看 万一它骗你的话 你下次就不要去就好了 还是要相信一下店家 毕竟 比如说像是我的话 我是尽量不会 不是尽量 我基本上 不会去骗人家 因为骗那个的话 生意大概只做那一次吧 好 那我们印花棉布呢 也是纯棉的 所以 因为它是用四十支棉 所以你也可以烧烧看 有没有看到 也是变成 它很快就会燃烧 然后也是白烟 然后也是没有任何的 这个结颗粒的那种感觉 好 那介绍就是大致到这里结束了 那如果大家对布料 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再请到我们的官网询问啰 好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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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